提拉米苏是意大利最著名的甜品 它制作简单 却将咖啡、酒香与奶香巧妙融合 细腻香醇、入口即化 吃了后宛如登上仙境 幸福的飘飘然 提拉米苏的原料呢 有意大利的手指饼干 马斯卡棚芝士 马萨拉酒 Espresso咖啡 另外还有coco粉、奶油、鸡蛋、白砂糖 如果有一款原料是不可替代的 那就是mascarpone cheese 因为它是提拉米苏的灵魂 首先我们来调咖啡 在Espresso咖啡里面呢 放一点糖 你可以去街边买一杯Espresso咖啡 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制作都可以 现在我放的是马萨拉酒 马萨拉酒是产于 意大利西西里的一款葡萄酒 它经常呢被用于烹饪当中 因为今天呢 有小朋友吃这个 提拉米苏 所以我放的酒不多 之后呢 我又放了大概一小勺的香草精华 把它搅拌均匀 让咖啡呢晾凉 现在我们来分离蛋黄和蛋白 这是一个蛋黄和蛋白的分离器 如果你没有这个工具呢 可以用手 实际上呢 手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最灵巧的工具 好 把鸡蛋打开以后呢 就可以直接用手呢 把蛋黄捞起来 之后让蛋白呢 从你的手指的缝隙间呢 露下去 这样呢就可以很完美的把蛋黄和蛋白分离开了 接触了生鸡蛋以后呢 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洗手 那么在厨房当中呢 接触了生肉 生鸡蛋 或者是你不确定的东西之后 一定要认真洗手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 对亲朋呢 很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喜欢烘焙的朋友呢 一定对这个很熟悉了 这是一套两勺 那么我们在这个蛋黄里面呢 放三个tablespoon 也就是三个汤勺的白砂糖 把它搅拌均匀 因为提拉米苏呢 它不用烘烤 所以这个生的蛋黄 我们要处理一下 我们会把它放在一个小锅上面 那么用小火里面放上微开的这种水 用这个热的蒸汽呢 来搅拌蛋黄 这样搅打七分钟左右 让蛋黄的颜色变浅 变得非常的顺滑 之后我们再把 马斯卡彭起司拌进去 那么这个起司呢 我们要提前地从冰箱里拿出来 让它软化 这样呢比较好搅拌 把它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呢会再来打发奶油 那么打发奶油呢 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打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奶油呢举起来 它不会掉下来 这样就OK 打好了 现在我们把奶油呢 分两次 拌到我们之前调好的 奶酪鸡蛋的这个调和液中 拌的时候呢 我们要从外面向中间搅拌 动作要轻柔 不要使劲拌 因为 我们要保证呢 我们刚才打好的这个奶酪的 泡呢不会消 不会让它的蓬松感减弱 从周围向中间慢慢拌 好现在呢是进到最有意思的阶段 也就是我们来组装提拉米苏 把手指饼干放到咖啡溶液里面 一二三就拿出来 那么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提拉米苏 容器的形状呢来决定你怎么摆放饼干 如果有一些饼干比较长 你可以用刀把它切一下 现在这个饼干已经沾满了咖啡和酒的这个溶液 我们在上面呢 铺一层调好的奶酪 把奶酪抹匀之后呢 我们会继续再放一层饼干 第二层饼干呢 我放的方向呢和第一层呢 是转了90度的这样一个角度 实际上这个手指饼干 它比较脆比较硬 所以它能很好的吸收这个咖啡以及奶酪 不至于变得特别软 那么它和婴儿的磨牙棒呢 有些相似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意大利的手指饼干 你可以用磨牙棒代替 这个第二层的奶酪呢 我们把它抹平 好抹平之后呢 我们做一点小小的装饰 放一副刀叉在上面 然后用一个小的筛子呢 撒口口粉 把口口粉抹匀 把口口粉撒匀 之后轻轻的把刀叉呢 拿起来 我们就看到很可爱的刀叉的图案了 用塑料薄膜呢 把它盖上以后呢 放到冰箱里冷藏 我还剩了一些饼干 准备做一个迷你版的提拉米苏 用这个透明的玻璃杯 实际上这个制作过程呢 和大的提拉米苏呢 是一样的 就是把饼干呢 在咖啡中呢 蘸一下 然后呢 放上一层奶酪 然后再放一层饼干 再放奶酪 再最后撒上口口粉 用这个杯子来单独做呢 很适合小朋友吃 因为它可以拿起来 拿着很方便 那么你有朋友聚会的时候呢 也很方便 第二层饼干呢 我是这样竖着放的 因为这个杯子是透明的 那么竖起来放呢 从外面看呢 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图案 那么提拉米苏做好以后呢 一定要在冰箱中冷藏 六小时以上 所以最好呢 你是提前一天做 提前 头一天晚上做 第二天呢 我们就可以来享用了 好 最后我们撒上一层口口粉 也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 这已经是第二天 我拿出来了 拿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切了 用 切的时候呢 要用一个比较锋利 比较薄的刀 或者是用一个铲子 那么因为它上面的 口口粉已经被蛋糕吸收了 我们可以最后 再薄薄的撒一层口口粉 好了 提拉米苏做好了 追溯提拉米苏的由来 有很多版本的传说故事 其实呢 它被正式收入 意大利语的词典呢 竟然是在1980年 但是提拉米苏美味无比 它迅速的征服了全世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一定要订阅哦 早就这位 明天 并继作为 请不吝点赞米苏的